北京时间7月28日到29日,中超联赛第14轮即将打响,半轮比赛中,多场比赛值得关注,而这些场次的比赛,将会直接关系到积分榜清雾的排位。 7分榜上,北京国安已经连续两轮占据榜守位置,山东路能暂居次席,上海上岗,广州恒大,江苏苏宁分裂三到五宁。 在上轮联赛中,北京国安主场3比2险胜天津全界,刚刚结束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,北京国安点球大战最终晋级。 这两场比赛中,北京国安的后防令人担忧,特别是边路防守隆日被对手攻陷,国安的几个丢球基本上都是边路防守出错运发的。 两场比赛下来,国安的体能明显不足,很多时候根本跑不动。 上海身夸目前排在第六位,球队目前没有太大的压力,主场面对国安只要能够打平,或许就能够将对手从榜守位置拉下来,这也算是一种胜利吧。 在足协杯最后时刻丢球,上海上岗的主场优势当然无存,连赛中上岗少赛一轮落后国安4分,对这北京人和如果能够拿下比赛,就会为自己的夺冠之路奠定一定的优势。 最近几场比赛,无泪突然压火,全队进攻过分依赖古尔克,这也让上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越大越累,板凳深度不够,一套阵容打天下,上海上岗正在走恒大的套路。 望着恒大上轮比赛四比零大获全胜,全队上下士起阵望,新人卡利斯卡首秀,极大放异彩,加上保利尼奥的回归,恒打,正加速冲击联赛八冠王,半轮主场对阵重庆思维,恒打必须要做好中场的拦截,防止对手的快速反击。 另外一方面,前场的进攻组织需要提速,一旦等对手不好防线再打阵地战,恒大的优势将荡然无存。 多场好戏轮番上演,央视也将会直播其中的三场焦点战,7月28日周六,从18点开始,CCTV将不间断连续直播两场惊户对决,北京人和VS上海上岗,上海喧花VS北京博安, 7月29日周日19,35,广州恒大VF重庆思维,CCTV五家现场直播,同时,各地方电视台,也将会直播相关场次的比赛,具体安排如下,本轮比赛,您会关注哪些场次的比赛呢? 欢迎各位互动交流,本门由第一探点号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讲知识。